接下來這一段內容叫做機械能守恆 它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簡單 它不太需要計算 它不太需要計算 有計算也是很簡單的計算 3加2等於1加4 這樣很簡單的計算而已 沒有什麼 第一個呢 我們要跟各位講的叫做 能量有不同的形式 我們前面講過有什麼熱能 電能 化學能 核能 什麼很多不同的形式的能量 這能量之間可以互相的轉換 能量之間可以互相的轉換 好 比如說我彎弓射箭 我能夠彎弓我肌肉有所謂的化學能 然後彎弓會變成我們的弓的彈力位能 然後把箭射出去 就會變成所謂的箭的動能 所以這段過程中 有化學能變彈力位能 有彈力位能變成動能 比如說我們溜滑梯往下滑 我在溜滑梯的上面有重力位能 往下滑 重力位能會換成動能 會變會動 同時跟我的溜滑梯磨砂 可能會有深熱 所以會有熱能 所以這時候我的重力位能變成動能跟位能 到時候能量可以互相的轉換 我這邊舉了一個例子就是電 我們以後就是電這個東西很容易可以轉成其他的能量 所以在現代生活中我們經常會用到電 用電 用電 要轉成別的東西 然後一些很簡單的生活的例子 比如說馬達 我們未來要教 就是我通電之後轉成動能 它變成會動 比如說日光燈 通電之後會發光 會變成光能 但它也會發熱 也會有熱能 也會有熱能 比如說電熱器 電熱器 就是通電之後它會發熱 發熱 所以電能轉成熱能 變熱能 比如說電解 所以是未來要教的 我們通電去分解 就是電能會變成化學能 所以我們透過電這個東西 很容易可以轉換成其他的能量 所以在現代生活裡面 我們經常會都用到電 那這邊有一個圖 你就隨便看一看就好了 這只是告訴你說 這有各式各樣的能量轉換 各式各樣的能轉換 化學能 有變電池 有變電能 電能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還有核能發熱 就說發熱變電能 這就是一個能量轉換的詞 就是欣賞一下 看一看就可以了 各式各樣的能量轉換 比較重要的事情是 這個 這個 這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能量的轉換過程中 總能量不會改變 原來有石膠耳 轉過來轉過去 最後總和還是石膠耳 總和還是石膠耳 叫做總能量不會多出來 不會少掉 這稱之為能量守門定律 所以無論如何轉換 總和不變 叫做能量守門定律 這是第一個重點 能量會守門 那還有第二個重點 這些考過的第二個重點 能量在轉換的過程中 總能量並沒有發生改變 重點 重點就是BAT BAT 可利用的能量會減少 因為在轉換的過程中 總有一些能量會變成散亂的熱 無法運用 比如說我現在煮一個鍋爐的水 讓它變成水蒸氣 然後準備揮動渦輪機 那我在煮水的时候一定会有热散到旁边去 不会全部都拿来加热我的这个锅炉 有跑掉的 然后锅炉变成水蒸气之后去推动涡轮 因为有摩擦所以就损耗掉 然后也变成散热热跑掉了 所以这个水蒸气的动能没有完全转换 变成涡轮的那个动能 然后产生电之后以后会叫电子会消耗的能量 也没有完全都拿出去用 所以过程中总是有一些能量会变成散乱的热能无法运用 所以第二句话的重点叫做 可利用的能量会减少 可利用的能量会减少 总和没有改变 原来有五焦耳后来还是五焦耳 总和还是五焦耳 但是你可用的就会越来越少 不断的转换的过程中 可利用的能量会越来越少 可利用能量会越来越少 就是第二个重点 这是考试考过的问题 所以一能量守恒 总能量不会变 二但是可利用的能量会越来越少 因为都有一些会变成散乱的热能 就是第二个重点 希望各位能够理解这两个简单的小事情 ok